第一個方法前面有沒有做過就是 你有不要點這裡 有沒有 點這裡的話就是什麼 SHITS 挖湖 SHITS2 有沒有 點SLATER 對不對 點SLATER之後的話呢 那就RANGE 這個範圍就可以了 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點SLATER的動作 但是你跑完之後怎麼樣 又要再點回來了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怎麼樣呢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清單拿掉了 我要怎麼樣呢 選過來的話 那這個部分 可以在哪邊寫呢 串接的時候有沒有 當然我們這個地方呢 在這邊 在SHITS1執行 所以要讓它點過去啦 這個地方我就串接的地方 先怎麼樣 先把它點 點到那邊去 所以 記得另外一個物件 就是SHITS 也要加S啦 SELLS也要加S SHITS也要加S 因為它有很多個工作表 挖湖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INDEX 你可以給它數字 你可以給2 或者給名稱 好 名稱的話就是SHITS 2 OK 然後 記得一定要對對看有沒有這個名稱 我印象中好像大小寫都可以 不過盡量大小寫也都一致 OK 然後呢要切過去就點什麼呢 SELECT 這樣子的話 它就幫你 在串接之前 先切過來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 找那個B 所以這邊改一下B B2 然後這邊也要 串接的位置也要是B 把D改成B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串接完之後怎麼樣 再把這個呢 再移到什麼呢 就是SHITS1 SHITS1 這邊改成SHITS1 點SLAGE 就是切過去再切回來 OK 那基本上這樣應該就可以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 優标先放這裡 然後我們就直接先把這些資料先刪除 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F8 先一行一行跑 點SLAGE切過去 有沒有切過去了對不對 然後跑 跑這個時候B的話 應該看一下 16嘛 OK 沒錯 就是到16列 那基本上串接的話 第一個是 姓名 不是 這裡應該是 應該是3 從3開始 改一下 這地方改3 如果說你剛剛錯了有沒有 其實 除錯還可以 它還可以 BUCK 還可以倒回去 那你要把這個 這一行程式 剛剛已經跑了對不對 你要倒回去怎麼辦 其實非常簡單 優标再給它拉上去就好了 它就重跑一次了 你不需要再停止再重跑 OK 所以這邊的話 按F8 然後切過來了 然後再跑 從 所以你可以一邊除錯 一邊優标放上去 避免錯誤 不要一直 急著怎麼樣 我看很多同學就按下去 錯了 不知道為什麼哪裡錯 常常 老師哪裡錯 我看一下 太急了 真的 慢慢來 OK 所以這裡的話 你就是 再往下 然後去比較 把它串接 串接完之後的話 它總共會串接到 切過來有沒有 續著換 這個時候切過來 那一樣的方式 也是一樣印出來 所以這邊我把它執行 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 也是一樣 OK 所以這裡的話 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切過來切過去的方式 切來切去的方式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你的資料 是在另外工作表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好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部分是一個補充 在我們的那個 綜合練習題裡面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